这里面一条鱼 你看到那么深 过来一条大鱼 出来出来出来 哎呀不注意啊 这不是鱼 你看啊 这不是那个炒嘴鱼嘛 之前捡了一条 是不是啊 我的天呐 它的表面叫带鱼啊 所以我就瞎就叫错了 但是鱼的鱼都多了 看表面很新鲜 你看还是蜡色的 这个鱼有好特别 之前炒了啊 味道还挺好的 风烧的就很 也很大哈 这个有没有一米饿 直接收了啊 哎呦有没有 没有啊 你看看在这 大爪有一桃鲜 没有 哎你看看有没有 没有哎海螺 哎呦不是 有没有海螺呢 一只发财了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葡萄 那个那个那个 开开口了 赶紧过来捡吧 这个这么大呀 他怎么不开口啊 哇塞 全都大呀 看到了吗 出来起了啊 这个吃自身特别好啊 天呐越大吃了越过瘾 发财了 瘦了 这个叫毛肯定也叫吃梅啊 好几种椒粉 那还有叫什么 血管啊 因为它放了之后 流血呀 它的止水是血 不是是红色的啊 你看路的小舌头 怎么反应迟钝收不回去呢 看刚来 有成天天的感觉了 哎呦呦什么洞了 没有啊 看这个大舌头 没有 这个大舌头放了油的呀 手里面就太小了 我要给它放了一下 下水就能放到线 把转云上的 你看 这个小舌头 火多下背 像这个小舌头不用翻吧 没有 下个下背吧 哎呀 看 火多 等等 这个是小红背味道看好了啊 可以瘦了 大家喜欢牛肉食品呢 喜欢吃下背的 给你点点赞吧 谢谢你们 上次我说 我又在你有人烦我 来下背 就会有人在这个问题底下说 我不烦你 哇 两条八爪鱼 太开心了 收了啊 哎 这八爪鱼个头不算大 可以 收了啊 罚我的人 可以不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是 拍鱼喜欢我 你们看的 哎呀 哇 哇塞哇塞 这么点小八爪鱼 它的 运气咋这么大呀 你们看 真是不可思议 这么大个十块 它都能吸起来 我收紧拿着还成点点的 你们 看 这么多十块 哈 这一个非常下火 可惜了 这一条炒不了一盘 还得两条这么大的 收了 你不抓两条吗 一下 为什么 刀鱼那个比它还小啊 手持不太给力啊 好厉害 是啥一蹦一蹦 看他这 哎呀 真好清楚啊 哎呀 你差点已经要给它踩了 我踩出来的吧 不是吧 你看 这么大一只 就在摄影师屁股后边几下 差点踩了 我刚刚是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哎呀 看他十块铁 哎呀 哇 这连续三个十块 你们就看看这八爪鱼的 烧货速度怎么样 之前 哎呦 人不出去了 之前有好多朋友在评论区里说 好久没见你这八爪鱼了 怎么样 这会过年吧 你看他还吃了一个蛤蜊 肉都给人吃没了 你看挺能吃啊 收了 哎呀 厉害了 好多一好大一桶了 怎么样 收获你们还满意吗 走吧继续 这边还有沙背 这是我扔出来的高档 看他这十块底下有吗 没有 看这边呢 也没有 走吧继续 哎呀 又有好多沙背 哎呀 这个还开口了 看 嗯 满满的就会背上 我的 你看 这一下子 今天又捡鸟盆沙背 哎呀你看 他这是在吃啥 怎么连蛤蜊胎都不放过 太沉稳了 太沉稳了 这个是太多山油 会油 哇塞 其实我这一块没说满的时候 我就看着了 怎么样 这个下满软鱼还可以 跟高楼那两条小的 加在一起 再一条小的能炒一盘了 收了 这里还可以撩个沙背 沙背也太多了 走 去去 看看这边 猫的猫的串 八爪鱼 没有 哇塞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 哎呀我的妈呀 一下子没拿起来 好沉 这一个有个一斤多呀 你们知道这个可贵了 你们在网上买 厕身 再花 这一个得卖多少钱 这两个这么大的 不得卖个29块9 39块9 孩子 中的收来 天天厕身吃不完呀 谢谢